记者郑宏达台北报道,新政院长赖清德今日指出,对于掌杖二零政策及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他将与总执行结束后,率各部会首长至各县市听取意见及报告政策计划及做法,判所短中央与地方的距离,让施政更近民意。 赖清德今日立法院前受访,对于五缺议题,赖魁表示总执行后后,将于11月6日到10日连续5天就五缺问题召开记者会,向社会大众报告,针对水、电、地、工、人才五缺,说明这一个月来开会所拟出的具体做法。 对于以利益修修法议题,赖魁表示将于11月中提出行政院版本是包含立委的指教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意见,并经过与执政党团沟通后所提出的版本。 此版本将确保保障劳工安全与权益以及资方经营弹性两大方向。 对于即将展开的下乡之旅,赖魁说明前瞻能扩大政府支出,带动经济发展,提升基础建设,对下一代生活很有帮助,而承照也非常重要,但近期发现地方政府出现许多困难,可能是对政策不了解,或提计划需要协助。 赖清德说,他将率领各部会首长到各县市政府听取意见并报告政策的执行计划拟定以及行政院当前做法以期缩短中央与地方的距离,让中央施政更接近民意。